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众朋友们 每一次呢 在我们的那个星期四的那个节目呢 当中呢 台长呢 都会给大家呢 做一点白话佛法 那么实际上呢 在人间呢 我们需要说经历百节啊 千百节啊 所以呢 我们说所作业不亡 也就是说 虽然经过百千万节 就是说我们投胎了又死了 又投胎了又死了 在这一生当中 在多节多难当中呢 我们的节很多 而且节多到什么程度呢 加起来就相当于有百千亿节 为什么节会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你的前世啊 你的前世的前世 你前生的前生 就是这么轮回的 再加上这些事情叫 经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也就是说 你因为做了这么多的业 做了这么多的孽 所以 它会在你的下一辈子当中 又轮回出来 让你继续受报 所以 你今天如果做的善业 进入了你的身体 那 那么善业也会出来报 那么你今天做了恶业了 那么恶业也会来报 这就叫业不亡 也就是说 什么都可以没有 但是做的孽和做的业 它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亡掉的 所以在这个世界就是有业才会转呢 所以就犹如我们一个人一辈子做了好事坏事 天上都会知道 所以我们在意识当中 其实就有一个业随生了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人在意识当中 就要学会不造新业 我们不去做不好的事情 不去做恶的事情 我们就是不造新业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学博人要彻底的洗干净自己的心灵 我们不造业 我们才会没有业 我们不造因才会没有果 因言俱合时果报还自受 所以希望大家懂得 所以希望大家懂得我们怎么样能够理解 怎么样能够懂得 我们做人做事 应该怎么样的因缘才能和合 因为因缘它就是一个道理 因为有因就会有缘分 因为有因它会有结果 因为有开始它一定会有结束 所以学博人必须要懂得 因缘俱合时果报还自受啊 因为因缘到了时间了 那么你善的因缘到了 你的善果就报了 你的恶的因缘到了 你的恶果就开始报了 所以希望大家学佛人要懂得 因缘寻因守缘 我们怎么样应该 因寻守因因果守果 因为知道了有这个因 我就要守住自己的因 不要让它做错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果报会来了 所以我们不要去造业 就不会有这个果 知道有果不去种果实 那么你才会没有恶果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学佛人很重要的就是要封住你自己的嘴巴 就是要懂得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会有报应 因为有因就有缘啊 所以希望大家学佛人守住自己的三个门 这个三个门一定要清净 那么就是身体不能造业 那么就是身体不能造业 嘴巴的门是嘴巴不能造业 意识的门是意识不能造业 所以三个门要守好 把好关 这样你才会称为三门清净 所以希望大家学佛就要懂得 不能让自己造业 不能让自己的业障 在心中残存 要觉得赶快离开业障 赶快的去除业障 这样就能够让无常不在你心中 所以烦恼就是来自于心 你的心烦了 你的意才会乱 所以叫心烦意乱 所以你们要把自己的心管好 把自己的意念管好 所以要守住三门啊 一定要离开凡城 所以我们吵架的时候 就是在凡城中 当我们想通了 不想去烦恼了 不想去争吵的时候 那么你就是叫出离心 那你就是脱离了凡城 所以我们要懂得珍惜人生的修行啊 要把心修得无瑕呀 无瑕就是没有瑕疵啊 要把身体修得圆满 就不能有瑕疵啊 所以我们学佛人 有时候就是注重了开始 不注重结尾 我们很多事情做的都是有头无尾 虎头蛇尾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懂得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尊重人生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狭满人生 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做每一件的事情 你要注重它细微的因果 很多人重的是大因大果 但是你要注重每一个因果 很细微的我都要当心不要去做错 比如细微的到了意念想别人不好 去骂别人 你都要知道我根本是不会骂人的人 你讲话当中你可能因别人了 你连这些都要注重你才能破三界出六道之幻网啊 这个幻觉的网已经把你紧紧的套住了 六道就像一个幻想童话故事里所幻想的东西一样 像一个网一样把你紧紧的竖不住了 你只有卢履薄冰非常当心的在种自己的因果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种自己的因果 你们天天都在种因果呀 你说你不种因果可能吗 你讲的话做的事连思维你都在 长愚痴啊 很多的人睡在床上想来想去想不通 最后爬起来做了一件非常愚痴的事情 不就是来种下自己的一个网吗 一个人间的幻想的网 所以要懂得人不能不畏因果呀 人不能种因果呀 因为你种了因就会得果呀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台长跟你们讲 你们不能就像不要空气一样 因为你们的思维就像空气一样 你们需要呼吸的 因为你们的行为在你们生活当中是离不开你们的 因为你们的语言是每天必须要说的 这样你就会种因啊 所以都要严加看管自己的思维 不让自己的思维做错 不让自己的各种灾难来受果报 如果你能够把自己身上的因果清洁干净 你已经开始在学佛了 所以你如果继续在造不好的因 那么你就是在得到恶果的过程当中经不起考验 所以要注重细微的因果 你才能破三界啊 你才能超出欲界色界无色界啊 你才能超出六道之幻网啊 好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我们的星期四的前面十几分钟的白话佛法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悬疑中述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